中冲度全100 宠物耐久度满 开始炼妖 高成本炼妖专属界面 合宠 10技能童子放钱 在核对技能有没有冲突 雷击 烈火 七收 反击 反阵 冥思 驱轨 高防 不冲突 满技能 10 加童子的两个天赋技能 加吸血鬼的13技能 满技能 25技能 吸血鬼 26技能 音乐 停 红色成就 给我炸 猪皮食啊 童子 恭喜你 喝出了五点成就 可惜出了吸血鬼 第401 先是一个9技能 这是第一组成就 五技能 卧槽 顶多11技能 啊 顶多9技能 还是吸血鬼 在练妖的体系里 五 七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啊 出了五点成就 但是呢 技能应该不是很多啊 好 一组一万元的练妖啊 吸血鬼成长1.195 是咱们刚才算出来的最低成长技能 不要出现夜战 一个吸血鬼在夜战的前排的时候都已经凉了啊 超不过七技能 应该是六技能 六七技能 哎呀 还行啊 还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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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行啊 我忘了咱们这是谈过成就的 对对咱们是谈过九技能成就的 还行啊 还行 嗯 可以回回护盾了 这两组宝宝咱们电电书还可以跟护盾 跟护盾的妙华天女再来冲 冲击一把啊 还行啊 真的还行 咱们就及时改变方向嘛 咱们刚开始冲刺的是多技能童子 现在的话我们是回护盾所乱 毕竟黑白还是对不对 女麻木 以女麻木为主嘛啊 多技能也不是特别有用处 看我给黑白喝啊 泪腰放前 妙华天女放后 检测一下妙华天女是不是宝宝啊 是宝宝 ok 这只宝宝成长一大八九二二十七 工资房子体资啊 工资房子体资都非常高 这只宝宝满技能的话是九技能泪腰啊 加三技能的水 那个三个天赋技能再加上护盾啊 十五技能泪腰极限十五技能啊 如果出了副宝妙华天女的话 十技能以上的话也很值钱啊 来 弥补上一组练腰的缺陷 恭喜你合出了妙华天女 可以 造型不亏 老爸 你获得由于挂机时间过长 获得了一个八十级的戒指啊 真好 练腰还送军火 好 工资有点可以 房子有点可以 体资完全够用 法子超出 预算太多了 速度八百九九 成长一点二十四二 这资指爆炸 第一个技能不要鬼魂 不要再生 哎呦我去 有再生不会超过四个技能 幸运是后排技能 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我这回知道那个C9流是干啥用的了 你知道了吗 护盾啊 不白给 不白给 这个C9流不白给